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多小家庭只有十几平的空间 要同时拥有客厅以及餐厅 空间就会显得非常的拥挤以及狭小 尺寸也会非常的迷你 但是呢 在日本有许多的空间设计 他们结合了客厅以及餐厅 同时拥有养边的功能 小朋友可以在客厅里面自在地玩耍 以及收纳 妈妈也可以在厨房里面自在地工作 大家都知道阿德跟日本人一样 都非常重视收纳的设计 收纳基本上必须要好拿 还必须要好收 像这样子自动油压的升降的沥水的收纳盒 基本上就会非常 操作起来非常的简便 以及轻松自在 那另外呢 其实在桌面上常常会有一些 零零碎碎的锅碗瓢盆 或者是一些需要收纳的东西 那就可以利用像这样子 下拉式的零食的收纳层架 就可以让整个在工作的台面上 操作起来就会更干干净净 也会比较简单了 在工作的时候 也常常会有一些调味料啊 一些小型的瓶瓶罐罐 那你也可以用橱柜下方的 收纳层架 来作为调味料的收纳 那基本上呢 它被隐藏在橱柜下面 但是拿取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 那还有日本人就是最聪明 在收纳方面了 他们基本上在操作的时候呢 你可以利用像这样常见的 下拉式的油压的层架 但是它利用了 拿取上面的收纳量的多寡 来作为调整 所以你在拿取的时候 以及收纳的时候呢 其实就会更轻松自带 也会更方便 日式储具 透过收纳与生活空间的整合 使储具打破居家收纳限制 让活动空间变得更大更舒适 另外在空间分类机能上 日式储具又会有哪些巧思呢 我们常提到日本人非常重视 分门别类的收纳 以及收纳的便利性 所以像这样子倾斜式的 开门的设计呢 在拿取的方面 就非常非常的便利 那另外呢 厨房里面 不免的会有许多的 大型的锅碗瓢盆 所以像这样分层的 收纳的规划呢 你在拿取的时候 以及收纳的上面呢 基本上就会让你更方便了 那提到门片的收纳的规划呢 像这样内层式的 依照不同的工作的工具 来作为收纳上面的不同的规划 基本上呢 其实在拿取上面 你就可以依照你工作的属性 以及现在要使用什么用具 来作为拿取上面的操作 那基本上在里面 你也可以做这样 双层式的收纳的规划 那所以说 下面就可以放比较大型的东西 上面的比较浅型的东西呢 就可以分门别类的摆放 那这样使用起来呢 就会更顺手 更便利了 日式储具利用分层的收纳 与仙角开门 增加取涌方便度 并用分区分隔的概念 让寻找所需器具时 一目了然 但是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 还能有哪些空间可以做收纳呢 如果在空间不足的状况下 空间更是一分一毫都不能被浪费 尤其是橱柜的角落的L型的位置 基本上常常都被浪费掉 但是日本人非常聪明的 结合了储藏室的设计 只要空间被充分的利用 收纳空间就会变得更多元更大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设计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非常喜欢喝啤酒 他们的踢脚柜的设计 基本上也是针对罐子的高度来设计的 另外以巴士门和方便开口的设计 减少为门片预留的空间 大大提升动线流畅 随着厨具的演化 为了符合各种不同喜好风格的需求 又会有哪些不一样的设计呈现呢 除了机能之外 厨房的设计 许多人也更重视美感 那不同的年龄层 也有不同的喜好以及需求 许多年轻人 他就可以选择比较鲜艳的色彩 以及比较明亮的这样子的面板 比较喜欢人文一点 比较自然一点的人 就可以选择比较简约 带一点沉纹 以及自然的材质 以及面板的设计 那这样各自有各自的需求 营造出来的空间情境 也就更自然吸引车 住宅形式的演进 参处空间 由于提供不一样的生活需求 让生活过得便利 演出得更有品味 我们今天看了这么多 在厨房规划的设计趋势 那由于我个人非常重视 收纳液体 以及整体空间的动线规划 所以呢我十分惊艳 像是斜开式的抽屉 以及隐藏式的收纳柜 还有就是结合客餐厅的 这样子的中导规划设计 那也十分佩服就是日本人 在整个厨房设计上面的 巧思以及用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